吊打卡子穿越平行世界无限复活 它就可以湮灭一切的无敌提身 极为轻易实行出来的要命行径 第四C 老魏想看体验面板 快力A 速度A 射程C 持续LiA 精力度A 成长性A 和巅峰白金之星完全一样面板 但近战表现并没有像白金之星那么无敌 甚至会被力速双力的骇人恶兽压制 但从这点来看确实成了让是无畏之势 能力方面第四C能借由家驻动作将任意物体传送至平行世界 或者从平行世界将任意物体带回基本世界 这里先跟大家解释两个概念来说 首先是基本世界 焦焦彪妈野狼是一个完全重启的故事 和前六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部中正式演入了平行世界的概念 既除基本世界外 同时还存在着无限个平行世界 基本世界存在人平行世界也同样存在 只不过可能其命运和做出的行动和基本世界不同 主角乔纳森乔斯达基第一个大总统 法尼瓦伦泰所在的世界为基本世界 其他的则为平行世界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前一到六部 也是无数个平行世界中的一个而已 至于加入这个设定也很宽泛 比如大总统站在地上 这时候恰巧头顶落下一滴水 那么这滴水和地面便形成了加入 此时瓦伦泰便可随意穿梭平行世界 第四塞的第二个能力便是湮灭 除瓦伦泰外不同世界的同一物品或人出现在同一世界 便会被自动吸引并湮灭 和受伤不同被湮灭的人无法使用任何外力恢复 也就是说目标一旦被湮灭必死 即使是战胜了地球的卡子也无法违背这个硬设定 另外每当瓦伦泰受伤或宾死时 它便可利用加速穿越到平行世界 找到该世界的另一个自己并与其交换 同时被交换的瓦伦泰将继承之前的记忆和能力 重新回到基本世界 成为新的基本 再加上第七部中拥有无限平行世界设定 你基本可以理解为瓦伦泰根本死不了 不过这么听上去好像瓦伦泰更想提神是吧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成长第四塞 就已经拥有了无限浮沫无限破坏力 且能穿越平行世界能力 而下棋替身第四C挨制列车 它和黄震到底谁更强